红油操手是名阳全国的川菜小吃 为什么我们只有在四川当地才会觉得它更好吃呢 其实在家里这样来做就是最地道的味道 首先要选用二八肥瘦的猪肉米 红油操手好不好吃除了汤汁以外 肉下来调制也很关键 咱们加点盐 酱油 料酒 胡椒粉 鸡精 汉原花椒粉 姜蒜末 一个鸡蛋 再分次加水进去 像这样用手沿着一个方向筷子搅拌 把料汁全部都溶进肉里 一斤肉大概加一两半左右的水就够了 然后倒点香油 最后加点淀粉抓匀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调制出来的肉馅 不散 不柴 不干 还鲜嫩多汁 接下来红油操手最重要的就是这碗特别的汤汁调料了 四川人通常对于配料的选择运用十分的讲究 同一种配料即使产地和品牌不一样 做出的味道都相差很大 不管是红油操手还是四川小面 我们一般都会用到八种基本调料 中把酱油 宝宁醋 味精 汉原花椒粉 自制的芝麻辣椒红油 蒜末 小葱花和灵魂的小猪油 喜欢麻辣点的可以再加一点小米辣和汉原花椒油进去 最后再少来点白糖 综合口感 下来我们下入包火的焯水 烧开后也要两层面汤的碗 然后锅里加一次冷水 再次烧开后再加一次冷水后就关火烙焯 这样一碗香辣扑鼻的红油操手就做好了 这就是你一直想吃到的味道 关注我每天分享最好吃的家常菜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也想吃到的那样子 就是你一直想吃到的那样子 你这么说吧 我还是想吃到辣椒